当明星很挣钱 当网红也很挣钱 因为以前职业的关系 我见过很多的明星 也见过一些网红 他们确实很能挣钱 他们很多人可能一天挣的钱 比我们大部分人一年挣的都多 那当然了 我指的是那些 在腰部流量以上的这些明星 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 即便被骂 然后被鄙视 也想出名呢 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 有福容姐姐 还有这两年比较流行的三晒 对吧 宁可被人嘲笑 他也想做名人 我不是在贬低他们 每个人都有权 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大部分人都会觉得 明星粉丝很多 但是明星离自己又很远 那我们作为普通人 要粉丝又能有什么用呢 又不能当饭吃 我曾经也是这么想的 现在想想看 真的很后悔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拥有粉丝 是如何彻底改变一个人的 我们现在就开始 嗨 欢迎回来 我是每周带你打造 频道影响力的老屋 拥有粉丝 究竟可以怎样彻底改变一个人呢 我先来说说 我一直特别想要实现的四个特别有一点狭隘的小愿望 看看有哪一个是你不想要的 第一可以挣更多的钱 第二需要花的钱可以花的更少 第三可以和更优秀的人交朋友 第四办什么事都更容易 这四个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小愿望 很奇妙 当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粉丝之后 他们都自然而然的就实现了 我们先来说一个最实际的 可以挣更多的钱 咱们前面聊过李子柒 将近1500万的粉丝 每年能收入1亿美金 但是这种顶级流量咱比不了 那咱换个说法 咱就说要想养活自己 至少需要有几个粉丝好不好 2006年的时候 我看过一本书叫做失控 里面有一个特别经典的理论 叫做1000个铁杆粉丝理论 简单来说呢 就是当一个人拥有了1000个铁杆粉丝的时候 那么他就可以靠着这1000个铁杆粉丝创业和生活 我就会升职加薪荡上总经理 出任CEO 迎娶白富美 走上人生巅峰 想想还有点小激动 这个理论其实也激励了我 做自己的第一个自媒体入手为狱 我来跟大家说说 我是怎么通过入手为狱挣钱的吧 说来其实也很有意思 我年轻的时候特别宅是个死肥宅 最胖的时候有196斤 23岁那年我去体检 医生说 小伙子你可以啊 血液检查能超标的 你都超标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这给我吓的 想想也挺有意思的 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 会迸发出连你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行动力 我居然开始跑步了 而且每天跑一个小时 连续跑了7天 你猜怎么着 肥没减下来 脚筋跑射了 在那以后的三年 我都是一拳一拐走路的 走起路了 一米六 一米七 那脚筋跑射了 我这个命还得要啊 所以我就开始寻摸着 再找一个别的减肥的方法吧 网上说游泳对身体没有损伤 所以我就狠了狠心 花了3800块钱 在我们家楼下的健身房 办了一张游泳卡 说来也奇怪啊 我这么一个不爱运动的人 游着游着就上瘾了 一天不游就浑身难受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国家游泳运动员有一个达标的成绩 我游了一年泳之后呢 我的四中泳资 蝶养挖字 居然都可以进专业三级了 你敢信吗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然后更凑巧的事情啊 就一件一件的发生了 我游泳的第二年 我们台里举办了一次职工游泳比赛 为什么说很巧呢 就是因为我们台已经连续14年没有举办过职工游泳比赛了 那么这次为什么会突然就要比赛呢 我们一会儿会说到啊 那么我们台因为有体育频道 所以我们台的这个运动会的水平就非常的变态 有一次我们同事去参加我们台里的这个乒乓球比赛 对手碰到的是奥运会冠军杨颖 你说这怎么玩 所以虽然只是一个单位的这个比赛啊 但是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然后在那次游泳比赛里啊 我就很幸运 我得了一个100米自由泳的冠军和一个50碟的亚军 当然更幸运的是就是这些国家队退役的这个同事们 没有参加我这两个项目 然后紧接着第二个月 我们就代表我们台去参加了广电总局的游泳比赛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台14年之后要突然搞一个游泳比赛 就是因为广电总局破天荒的要举办一个游泳比赛 我们要选拔一个队伍才能去参加搞这个比赛 对吧 那至于广电总局为什么突然要搞这个游泳比赛呢 我们一会还会说到也特别有意思 在总局的这个比赛呢 我又很幸运拿到了一个第一一个第五 然后紧接着两个月之后 我又被派去代表广电总局参加了一个世界职工游泳运动会 相信你也猜到了 广电总局为什么要破天荒的搞个游泳比赛呢 就是因为他们恰好也要参加这个世界职工运动会要选拔队伍 然后在那次比赛呢 我确实很不幸碰到了一个真正的牛人 我隔壁涌到的大哥是索契游泳试锦赛的冠军 是一个俄罗斯人 从跳出发之后呢 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的影 连洗脚水都没有喝到 好在其他的对手水平都一般 我得了一个亚军 听到这个消息啊 我所有的同事都惊呆了 啊 那么胖的一个小屋会游泳 连我妈都不敢相信 啊 你会游泳 水深不深啊 就是这么一个一个特别特别偶然的事件 让我像打了鸡血一样 每天坚持游泳 一直坚持了七年 大大小小也参加了一些比赛 获得了一些名次 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微信公众号才刚刚活起了不久 有一次在比赛的时候 一个朋友跟我说 哎 武川明你是电视台的 你为什么不搞一个游泳自媒体呢 写写公众号文章 哎呀我们给你点赞啊 多爽是吧 然后我就说 哎呀写文章 我也不是文艺青年不会写啊 写什么文章 咱直接搞视频好不好 说来就特别逗 那个时候玩自媒体的人本来就不多 大部分人也才刚刚开始写公众号 我就直接瞎猫碰死号的 开始做视频自媒体了 所以就这样就把入水围搞起来了 做了一年 公众号做到了5万的粉丝 其实我做这个还真不是为了挣钱 就是我觉得我特别想为游泳做点什么 因为游泳对我有恩啊 我真的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反正我想回报一下 但是我除了做视频 其他我什么都不会啊 所以我就只能选择这一条路了 对 咱说赚钱哈 可能很多人觉得在电视台很挣钱 那你真是误会我了啊 16年的时候 我一个月到手的工资可能不到7000块 真的超级穷 可能说穷可能有点过分啊 但是真的不怎么挣钱 当我的公众号粉丝差不多有500多人的时候 我开始问我身边的朋友帮我联系游泳厂商 在游泳圈混了这么多年是吧 资源还是有一些的 第一个联系呢是Speedle 那作为一个游泳爱好者 第一个当然要联系Speedle 对不对 国际大牌 但是很奇怪啊 他们在中国没有分公司 负责中国业务的人呢 全都在香港 所以联系了一下呢 人家又看不上我 所以我紧接着推尔球齐斯啊 就联系了第二个我的备选 也算是中国第二大游泳品牌吧 叫搜客 他们是很看重在自媒体上面的布局的 所以跟我签了一个独家 因为我粉丝当时也比较少嘛 才500多 所以就给了我3000多块钱 相当于我当时半个月的工资啊 然后呢 又给我拉了差不多四大箱啊 差不多这么大的大箱 四大箱物资 价值加起来差不多也有1万人民币吧 虽然钱并不是很多 但是毕竟我当时只有500多粉丝啊 我一直老老实实的上班 我从来也没赚过什么外快 一下子 哇 1万多块钱 我感觉 啊 还是 还是可以的 是吧 然后后面的合作就渐渐的变得紧密的多了 我在我的公众号里也开了店啊 然后出去大大小小的比赛 也开始有人报销了 可能是有人会觉得 哦 那你做自媒体 1000个粉丝 是不是就意味着 你要靠坑这1000个粉丝来赚钱啊 这么想呢 说实话那就真的错了 自媒体为什么叫自媒体呢 就是你自己的媒体啊 这个品牌是和你的名声和你的人品 是紧密绑定的 紧紧的绑定在一起的 如果你不在乎名声和人品 嗯 那当然就随便搞了 对吧 但是我想大部分有理智的人还是很在乎的 那么既然我们不能坑粉丝的钱 然后商家我们也不能坑 对吧 我们又想自己获得利益 要想实现商家 我 粉丝的三赢 是真的可能的吧 我来举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 就是我第一次做团购 团购什么呢 泳镜 游泳的人 泳镜属于一种消耗品 差不多每两个月啊 如果你每天都有的话 差不多就该换一个了 那我团购的这个泳镜呢 首先是我自己用了很久 觉得性价比很高啊 品质那就有了保障 对吧 大家买了这个东西 肯定不会觉得买亏了 第二呢 就是我跟商家说 你要给我全网罪的价格 要比你的淘宝店 还要再便宜20% 但是啊 我可以保证我至少可以卖20个 卖不到呢 我自己来填补 周克的老板呢 说实话真的很够意思啊 他说你卖多少都没事 价格肯定是最低的 然后我就当着他的面 我就在淘宝上搜 最便宜的卖150 就整个淘宝最便宜的卖150 然后我最后给到大家105 算是超级便宜了 所以我的粉丝们呢 最后用远远低于淘宝的价格 买到了一款我最喜欢的泳镜 所以肯定算不上坑粉吧 对吧 那周克方面呢 其实他也获得了很多实在的好处 第一呢 搞了这一次团购 他卖了差不多50个泳镜 其次呢 他们还送了一波纪念品 圈了一波粉 这些人未来都有可能会重复的购买 那最后我忙活了一圈 我到底挣了多少钱呢 我挣了差不多8000人民币 前前后后只用了5天 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多 这一下子就颠覆了我这个做班死证工资的价值观啊 带货其实只是众多自媒体变现之中最常见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了 随着你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 这个收益呢 当然也会变得越来越大 现在如果你也觉得正死工资确实没有前途 欢迎你在留言里告诉我啊 咱们接着来聊第二个小愿望 就是花钱花得更少 难道做自媒体可以让你买东西不要钱吗 或者是可以免房租免水电吗 这当然不会啊 那么是如何做到让我们花更少的钱呢 我不得不说一个概念啊 叫做获客成本 就是你找到一个对你的产品感兴趣的人 到底需要花多少钱的成本 我总是喜欢拿墨尔本的市场行情来举例子啊 我们这边呢 有几个挺大的本地资讯类的公众号 很多商家呢 都会投广告会首选 在他们上面投广告 所以他们的一篇头条的价格 差不多是3200澳币 相当于多少人民币呢 差不多16000人民币左右吧 我们就算打一个折 就算打一个八折 折后差不多是12800人民币 一个头条的阅读量 一般在20000到25000不等 我们就算25000好了 那么一个阅读的成本是多少钱呢 就是12800除以25000 等于五毛钱一个阅读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来算算转化率啊 那什么是转化率呢 就是每100个人看到你的这条广告 到底有多少个人会买单 像这种生活资讯类的自媒体啊 属于这个覆盖面比较大 但是不是很精准 这种自媒体呢 一般转化率在2%到4%左右 我们就算高一点 算4% 那么100个人看到你的广告 其中有4个人买单 那么一单的成本就是100除以4 再乘以5毛钱 就是12块5 这就是我们墨尔本 投一个自媒体大号 差不多的一个获客成本 和这种生活资讯类的大号相对应的 就是专注于某一个小众领域的自媒体 就比如说做游泳 就比如说我的入水围鱼 虽然没有办法像生活资讯类的那种 那种大自媒体一样 涨粉超级蹭蹭蹭的快 但是这种小众自媒体的优势就在于精准 换句话说就是转化率高 比如说订阅入水围鱼的粉丝 几乎超过90%的人 都是对游泳感兴趣的 那么如果我要想销售一个游泳相关的产品的话 他们是不是就更有可能会产生兴趣 所以说转化率就更高 通常来说 这种小众的垂直类的频道 转化率差不多在10% 甚至好一点的可以达到15% 如果同样按照阅读量来收费的话 那显然商家更喜欢投那些 和自己的产品相关的小众自媒体的频道了 当然这种小众自媒体的收费也会自然更高一些 因为转化率高嘛 谁都不傻 对吧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周克 愿意在我只有500个粉丝的时候 就开始赞助我 事实也证明了 他们在我这一年之内 就获得了6万个精准的潜在用户 很有眼光 那么作为经营自媒体的我们 我们自己的获克成本有多少呢 其实就是做一期视频 写一个公众号的头条的时间成本 而这些就算是没有人给我们钱 我们平时日常总是要更新的嘛 所以几乎就是没有成本了 对吧 而且更神奇的是 只要我们能做出有价值的内容 那么我们的粉丝们就会主动把我们的作品 分享到他们的社交媒体平台上 为我们免费做更多的推广 为我们获得更多的粉丝 所以获克成本就进一步的降低了 好 说完了成本 咱们接着来说第三个小月望 就是可以和更多优秀的人交朋友 其实我还是属于一个很宅的人 很少去社交 但是如果我可以和明显比我层次高的人做朋友 我还是觉得很开心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就是被水利方邀请去当顾问的时候 当时他们正在推出一个游泳智能系统 所以需要一些业内的人做嘉宾 那么一同做嘉宾的人都有谁呢 有中国游泳协会的副会长 有国家队的教练 有北京市队的教练 有退役的国家游泳运动员 还有国际级的裁判长 而我是个什么人呢 一个23岁的时候还198斤的死肥宅 对吧 那可能大家会觉得 这些人也不算什么呀 但是你要想想啊 对于一个游泳发烧友的我来说 这些人是什么 这些人都是山峰啊 所以后来来到澳洲 澳洲算是一个小地方啊 我们这里的华人呢 做YouTuber的比较大的 可能也才十多万粉 所以才被叫土澳哈 我刚来到这边才刚刚两年 那刚开始的时候呢 那真是举目无情 谁都不认识啊 人脉什么东西全都通通都没有 我在这边交到的第一个好朋友 我真是印象非常的深刻 还是我入水为一的一个粉丝 后来他帮了我好多的忙 我就不方便说他是谁哈 当我在澳洲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面试官问我 你会做什么呀 我说我做了12年的央视编导 他说我这儿不做节目 我不需要编导啊 他就一副好像对我很不感冒的样子 然后我就说 我有一个6万多粉丝的自媒体 我会做自媒体 不管是做图文还是做视频 我都可以 然后我就有了澳洲的第一份工作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有多深 你知道吗 在国内的时候啊 我刚做自媒体的时候 其实还不会觉得做网红是一个不好意思 那最多也就只算是一个中性词吧 当我新结交朋友的时候 我自我介绍还是说我是电视台的编导 然后对方也会觉得嗯还不错 但是当出国了之后呢 离开了体制嘛 大部分人看中的还是你到底有什么真东西 如果他们不做节目的话 那电视台这个资历几乎就是完全不需要的 但是6万粉真的每一个商家都需要 所以后来我在澳洲也做了一个专门运营自媒体的公司 专门帮助国内的自媒体出海 也做了我自己的这个小破频道 做了半年之后吧 就发现 哎 好像交朋友确实变得比以前容易了很多 当我和客人也好 或者说一个新的陌生人交往的时候 很多人确实都看过我的节目 你知道吧 那当别人再见到你的真人之前 他就已经在网上认识你的话 这个时候当他在真的见到你的时候 虽然只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但就特别容易就是熟络起来 也就更容易交朋友 好说完了交朋友我们来说办事更容易 说到这一点嘛 不得不说 这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想法 因为原来在国内的时候 很多时候办事确实也不容易 对吧 那当你办事的时候 吃过憋的时候 他真的是很来气啊 所以我就想 哎 什么时候我能去办事的时候 人家能给我行个方便呢 毕竟我们这是一个更讲究人情的文化 那到底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办事更方便呢 其实我不必多说 大家也懂的 对吧 自然是在那些重要的位置 有自己的朋友嘛 我爸爸原来是一名医生 小的时候呢 我就经常看到有人来找我爸爸帮忙 那时候我也不觉得 哎 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找一个医生来帮忙 直到我自己上了大学去了外地 当我自己第一次去看病的时候 我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挂号 原来看病是需要挂号的 我都惊呆了 一个上了大学的人 居然第一次知道看病原来还要挂号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起了一句老话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那怎么能交朋友呢 咱刚才也说了 做自媒体之后呢 随着粉丝量越来越多 相对的也更容易交到更多的朋友 不管是当你想办什么事的时候 你总是会想到 哎 我恰好有一个朋友是做这个的 或者说哎 我的那个朋友 他的另一个朋友是做这个的 所以怎么说呢 可能生活会变得相对容易一些吧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了一些我过去的事 和我对拥有粉丝的一些看法 也欢迎你在留言里告诉我 您的看法是什么 既然都听到这儿了 就麻烦您点个赞吧 喜欢的话 也别忘了订阅关注一下 多谢多谢 我是每周带你打造影响力的老屋 我们下周不见不散